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镜周刊今天报道说 北农背信案再度爆发 卖菜狼韩国瑜的神话 是否再进一步的被戳破了呢 另外7月4号即将登场的双城论坛 柯市长说蓝绿对抗的结果 就是把我抹红 今天的讨论就从这两个议题 慢慢开始来进行 看一张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我们在韩国瑜风光在台中造势的 三天前直击一辆北检警备车 进入第一果菜市场的北农办公室 隔天北检公务车更直接停在北农门口 搬运的是韩国瑜北农总经理任内 董监士的会议记录和相关账策 目的是再度启动追查 韩国瑜遭控在任内滥发奖金 以及疑似动用公款未落亲属出国 甚至是支付李嘉芬去石渊岛的团费 所造到检举的背信案 北检日前秘密传讯 一位对公司法极有研究的学者作为证人 进行韩国瑜有无可能触法的分析 而该名专家的证词对韩国瑜极为不利 但检方却迟迟没有真结 消息传出引发外界质疑 因此检方也开始动了起来 北农也已经将相关清策全数交给北检 2018年因菜虫案现身北检大土苦水 并参照自己发放奖金的合理性 但回顾滥发奖金的争议在于 北农具有官股色彩 而且做的是政府特许的拍卖生意 常常会因为菜价涨幅波动 而增加北农赚的盈余 韩国瑜日内每年确实因此有 上千万不等的尽力 但一方面 他始终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发放奖金另外一方面 还绕过审计程序 甚至没有脚库回馈给官股 疑似巧利明目新增另外的奖金项目 以及犒赏员工出国旅游 借此收拢人心 形同把盈余变成自己的私房钱 韩国瑜倒善 韩国瑜在国民党总统初选这一役 焦头烂额之际 又要面对之前坐镇北农期间 诸多烂账 在检调重启调查这段期间 能否将选民对自己的背信之一 从选民心中打出去 等着韩国瑜好好一个一个理清 OK回到现场 随着韩国瑜市长 追逐大卫的欲望越来越强 过去的弊案缠身 也似乎越缠越紧 我把相关的文字 把它精简一下 韩总北农烂胀衣的镜周刊的报导 北柬杀进北农 超额盈余成为韩国瑜的私房钱 第二 五一零250万的年薪 被骂得臭头算什么 韩国瑜你一年领了将近超过400万元 问题是你交出来的所谓绩效 真的比吴云宁好那么多吗 第三 韩的亲信出国悠游输押 包括他的夫人等等 全部由北农来买单合理吗 特别标榜庶民出身的韩国瑜 这是一种庶民经理人 应该要有的行为吗 第四 戳破卖菜郎的神话 北农银鱼创记录 他的真相曝光 事实上里面如果用严格的会计法 来做所谓会计盈余的归类的话 事实上是有点指包不住火的 沈医师怎么看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敬周刊出手了 你刚刚讲说韩市长 追逐大卫的心越来越强 这个我不同意 对不起 我观察的结果 他追逐大卫的心 是由强转弱 而且他心里头虚 我觉得越来越虚了 甚至包括韩粉也很虚 至于这个案子 我的兴趣比较不高 我不会很热心来讨论这个案子 为什么呢 第一这是旧案 第二个呢 韩国瑜现在应该要还热事 多的是 这个顶多只能讲说 乌肉偏逢连夜雨 那现在我如果是他的话 我最担心的就是说 因为那么多只粉 那样的捧你 是因为你一度 是一人救全党 然后全党只靠一个人 那大家希望不但你要赢得大卫 而且要带动立委的选举 比如说高雄 那个最 他最巅峰的时候 估计说八席 国民党可以拿到七席 选赛 对 最近的民调刚好相反 就是说国民党可以拿到七席 统统回去了 所以只剩下一席 所以如果你韩国瑜 如果还被叫得醒的话 因为这个 我打个比方 因为那个蔡总统最喜欢讲 装睡的人叫不醒 我认为韩国瑜的粉丝 他的这个团队 是轟趴的人也叫不醒 轟趴的也叫不醒 对 你在开派对 如果都用药物 轟的害也其实 其实也不容易叫醒 如果那个不容易叫醒 跟装睡的叫醒 有一点味道不一样 那现在他应该担心的就是说 大家给我的任务 赋予我的期待 我是不是能够完成 如果万一没有完成的话 这警派搞大 这警派搞大 但是他现在变成说 变成骑虎难下 就是说继续选下去嘛 好像是非得已 不得不这样 要不然对韩粉没有办法交代 那选下去的话 他越来越没有信心 我只要看到我的脸书 那个韩粉骂我的力道 跟人数越来越少 你就知道 韩流退烧当中 因为连骂我的力气都没了 都没了 这是一个指标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硬选 他心里是怕怕的 所以你刚才说 他的心越来越强 就是根据这一点我不太同意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他如果不选 我觉得他现在不选的心 在他的心里头并不是没有 但是他也不敢不选 因为不选的话 他后果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一点都不羡慕他 目前的处境 一点都不羡慕他 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在近年来 说这个从没有到爬得那么高 然后那么短时间 因为柯P一度非常羡慕他 柯P说这个现象 真的少有 因为他上去的速度比他还快 但是没有想到 就这么短的时间 一转折然后下跌 这个应该如果要下跌要快一点 因为现在国民党里头的 像议员 像委员 他们不晓得怎么办 不晓得要不要站边 不站边也不行 如果这个情势明朗的话 那他们弃韩国瑜而去的心 就比较笃定 OK 现在他们刚才在那里 到底要怎么比较好 很热 不过最近有点明朗 但是还不够 还不够 比如说乔馨我就看不出来 他到底站边了没有 等一下问一下老实数 OK 然后乔馨刚进审演棚 先请教一下博伟 北农神话 刚才是大典 真的已经传很久 还有案外案 跑去某位王姓小姐家打麻将 那个后来还有人报 那个一周刊邱明怀报说 那个黄文才跑去收拾证据 结果要下楼的时候 看到检调在楼下 赶快躲到屋顶上面去 天天说要告人 麻烦先告一下一周刊 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这个一个政治人物 发片新闻这么多不知道的 以为是在看综艺节目 韩国瑜他有一个特色 我想从他北农的时候 两件事情来说明 这个是预判 就是从过去的迹象 来判断到现在又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是吴云领在离职的时候 他面对全国媒体讲过一句话 就我们不能屈服于强势的谎言 强势的谎言 那个时候其实 初来乍到听不懂 什么是强势的谎言 后来孟诚度指的就是什么 假新闻假消息 韩国瑜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外表 然后好像很厉害的绩效 稳定菜价的这个 还可以发奖金给员工 后来发现这个其实是骗人的 我们相信这次检调 调查之后会还给我们 应该有手本 对 包含他跳过他的审进等等 所以请问大家现在知道 我们的北农总经理是谁 我相信台北市的可能比较了解 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对韩国瑜 跟吴云领有印象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媒体 都在做这个北农的攻防 包含柯文哲这几天也出来讲说 那个之前国民党打吴云领太用力 讲得好像他都跟他没关系一样 那这个过程就是强势的谎言 我们必须要知道媒体是可以操作 风向跟舆论的 会让民众带起一个不一定是事实的 这个脉络 所以我们认为民主的社会 还是回到那句话 我们应该用老实的方式来讨论 今天有一块空地 我们到底是要盖公园 还是要盖摩天大厦 这个是不同的路线 可是你不能放一把火 把那块地烧掉 说我们就不盖了 民主应该是拿两个进步的路线来讨论 而不是去讲谎话 所以我们不能屈服于强势的谎言 吴云领这句话 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意思 韩国瑜就是强势的谎言 第二个 他在这个北农工作的过程 他到底 其实我们说吴云领是高级实习生 250万 结果他400万 那他到底又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事实上是除了我们记得他在立法院打架 然后请假 那个游山玩水17年 他有什么经验 他除了去不知道北大还中国的哪一间大学 修了一个博士回来 他有什么经验 那你去看他做生意的方式 其实从王浩宇爆料的那个 就是他不断地在跟中国的厂商喝酒 这个酒店文化 我跟你讲 外国人签合约什么 他们也会喝酒 可是通常是在after party 就是我们签完了 我们这个促进关系 可是你看他在见新朋友的时候 都一直约在喝酒 那这个所谓的酒店文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文明的世界是白纸黑纸 把和约写起来 你如果是去跟人家喝酒谈生意 这个叫一起做坏事 我们一起做坏事 所以你会cover我 我会cover你 所以到后来他爆出来 这个他喝酒的对象 他的来宾全部都是中国的厂商的时候 你才发现一件事情 说为什么你的这个 在北农唯一可以缩嘴的事情就是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我相信现场有台北市议员你们可以去查 吴云林的时代对跟中国的果菜贸易 然后换成韩国瑜的果菜贸易的时候是 吴云林是零 然后韩国瑜多了一些些 但是那个并不是一个多到可以拿来缩嘴的数字 事实上韩国瑜也利用这一招在高雄 如法炮制嘛 他就是到处去卖水果卖卖卖卖 然后就会回来跟你讲 你看中国给我水果好棒棒 而实际上那个金额并不是一个 你从全盘的角度下去看 他并不是一个多大量的 即便在高雄 他也占了大概不到3%的数字 OK OK 谢谢博威的观察 我想对政治人物的监督天生地义的 没有任何可以打折扣的地方 弗尔泰讲过一句很绕口的话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心存怀疑虽然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 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的荒唐 我们过去的选举 大家都很怕这种不愉快的体验 最心意 不要在那里搖把插 票就投给他整齐了 没那回事 但是做一个进步的选民 讲爱情不可以这样吗 当然爱情是不能这样 我讲的是公共事务 我讲的是公共事务 所以沈医师不能以君的小人之心 杜文家偶尔难得的君子之部 不要问巧心 巧心刚结误 是OK 小心對剛才北農 今天靖州刊講了好幾點 包括最近檢調書又重啟調查 但是這個案子已經弄很久了 那您對的事情的觀察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已經弄很久了 那但是都你說查不出的結果 現在又從靖州刊這邊去爆料 那反而我覺得反而對於韓國瑜來說 他在初選他可能對他來說是一種主力 我坦白講 因為靖州刊 這個我必須講 靖州刊他是屢次去透過這個司法 應該是偵查不公開的內容 去把它暴露出來 但是最後總是雷聲大與典小 包括他們之前光是馬英有前總統的 各式各樣的案子 是每個禮拜都刊一次 那到現在呢 結果在哪裡 很多案件其實直接是簽結 所以如果你透過這個州刊媒體 這個本來偵查不公開的內容 講了老半天 最後的結果也沒怎樣 那你不就是又做了一個球 給你最討厭的韓國瑜去殺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最正確找 那你就是要速戰速決 與其透過媒體去爆料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哇好像有點什麼 不如你直接你該起訴的就起訴 你拿出你的證據來 不要透過媒體 因為我覺得這個周刊 跟現在我們的北檢 做這樣子的事情 已經是使得很多的民眾非常的不滿 你認為他們有在幫政治服務的嫌疑嗎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就是有 因為不是這個案件而已 是包括之前馬前總統一連串的案件 經過事後的檢驗驗證 發現說他們就是每天 北檢不知道哪來的內容 就是跟某週刊去爆料 然後做一個影片 做老半天之後這個事情 討論了很久 沒進度 那最後你是把這樣子的一個炮火 本來以為是要射向他的 結果給他更多的能量跟精力 最後大家就是說 你看嘛 又是在針對韓國瑜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去幫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想要 覺得韓國瑜民調太高了 把他打低一點 可是總是用錯誤的方法 把他越打越高 那我就覺得這些人 真的是莫名其妙 到底是喜歡他還是討厭他 我實力請教 要小心一下 原諒我孤陋寡文 這個金週刊是一週刊分出去的 培委啊 社長的培委啊 那他們是藍的還是綠的 如果是藍的話 是傳統藍 還是非經典藍 還是什麼 我搞不懂 其實我也一直搞不太狠 不過我知道呢 他們跟馬總統的關係 大概不是太好 不是很好 OK 因為在這之前最常報的 就是馬總統的偵查不公開 所以跟你也不是很好 OK 對 因為我經常因為這樣子 要回應很多內容 尤其他什麼看呢 那這個事情到底是在打韓國瑜 還在幫韓國瑜 以結果來看 我直接說吧 我覺得就是在幫韓國瑜 在幫韓國瑜 因為他就是被越吵越紅了 不是嗎 OK 是 是一個很實際的 很事實的事情 那這像我其實蠻統一吵心的說法 就是要辦趕快辦 要查趕快查 趕快有一個結論 讓大家不會在這邊一直停在這裡 不要透過媒體去製造想像力的暴力 到最後反而說不定還幫韓國瑜更多 OK